以後的就是寸步難行 所以我想應該要再一次的強調 如果能夠減緩開花的腳步 如果能夠放寬開花的腳步 那這對於市民來講 絕對是一大福音 絕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我說大家說對不對 這不是在演講 這是在講說多一點立地 讓大家能弄好一點 那大家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不要Bagger說市政府說 你要做商業是完全Bagger 完全Bagger 他是做不到 我們是希望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不要一直衝向商業設施 那一直默示那些所謂的利貸 我想這個問題應該 應該要去衡量 不是說有錢就最快樂 不是說設施多就是越快樂 我們應該把這個觀念 再一次的離親 各位記得你小時候40年前 雖然大家都很貧窮 但是沒有說不快樂 但是現在大家動的就是 住的房子就幾千萬幾千萬 但不見得每個都更快樂 反而每天都擔心那個 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所以我想回歸自然 有的時候反而是更宜然自得 讓你下班你走在空間上 你有你所謂的在地的這個感覺 我們是希望說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是理性的人 我也不發重也不集中 但是總是要把心理的話講出來 我想各位 我再一次的講 不要以利益做考量 不要以商業設施做考量 不要以說 我做了這個開放 我能夠為市府賺盡多少錢 用這個講法就是 你已經是我們變成市府 就變成盈利失業機構 我們就變成賺錢的機器 我們不要 市政府不要是賺錢的機器 我們應該讓它成為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東西 服務大家的機器 就是市府是一個服務大家的機器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永續經營 台北永遠是好好看 那台北好好看不是因為 用建築把它疊起來 是因為自然景觀跟人文素養 那就變得好看 我想這個也請 這一希望提醒各位 請記得 放慢角度 一時的書 換得一輩子的贏 一時的書 換得數代的贏 我想這個是我們 台北土地的珍惜 是在這個地方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怎麼會有商業用地出現呢 為什麼政府機關難道要做商業行為嗎 還是說要給一個財團做商業行為呢 我們為什麼不全部拿來做公園用地跟這個商業區拿來做公園呢 我們有什麼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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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政府的用地來給商業區呢 這是誰在賣錢呢 我另外想說 假如真的要畫商業區 可以把福德街 大道路 從福德街 把思想離過去 畫 畫商業區啊 他馬上 你今天畫 他明天就幹 對 比你畫得還好 好主意 你為什麼 我不曉得市政府用什麼理由畫商業區 這是給誰在賺錢呢 為什麼他都可以發言兩次 每個人都可以發言兩次 那我要發言 我可以不再發言 我可以不再發言 對啊 兩次都三次的 第一次都沒有 兩次三次一直發言 大家好 我是林口街的居民 那我覺得 首先要謝謝 杜巴局的同仁 一起來跟我們一起開會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你們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來過這個平宅這個地方 有沒有現場看過 你們知不知道 在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或者我想問一下問題是說 那個做設計的 做計畫這個同仁 這個官員 他到底知不知道 林口這個地方的居民 他們要的是什麼 還是說 就是有一個土地 然後我想說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這樣設計嗎 其實我很肯定 肯定那個杜巴局的工作 很用心 只是 懇請官員們 用的是在地人的心情 來看這塊土地 到底要什麼 我們到底要什麼 我們剛剛講到了 這個地方是這樣 是這樣劃分 這樣劃分是官員劃分的 不是我們劃分的 想請問的問題是 有沒有可能重新劃分 然後第二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是不是可以重新計畫 重新設計 因為我們下次還要開會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開會的內容 也許是可以成為官員去參考的 所以今天我們這些 我剛提的這個部分 都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嘛 所以第一個 土地劃分可不可能是重新劃分 重新考慮 考慮這個規劃的這個範圍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是 可不可以就是 我看一下 然後就是地震帶的考量 也是剛剛我們討論過的 有沒有可能在下一次的時候 做這個 這個評估的報告出來 因為我們很擔心 我們現在住這個地方 我們很擔心會有地震 那如果說今天 越來越高大樓 那對我們有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沒有影響 我想我們在地的居民是很樂意的 可是對我們來住的這個地方 我們會有這個貪慮 所以可不可以麻煩 在下次開會的時候 把這個樣的報告評估之類 可以拿過來跟我們參考一下 然後至於停車場 它的大家有經理說 停車場很好 有人也經理說 不要停車場 那有沒有可能把那個 有沒有停車場的評估 也一併帶過來 因為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講 我們會很確定 原來優點是這個 缺點是那個 但我們會比較清楚 我們到底要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聲音了 我要還是我不要 各有各的想法考量 可是如果官員們能夠把這些的資料 統合起來的話 我想我們會知道說 停車場的好處在哪裡 然後沒有停車場的好處在哪裡 事實上 我們很希望這個地 為什麼 因為 林口公 因為廣磁公園 是現在我們住在附近的裡面 我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綠地 因為現在是我們 我們這邊一直在逛街 這是運動的場所 所以如果官員們都沒有來過 我們這地方來看過幾次的話 他就這樣畫這樣的地 我覺得這不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也不知道我們在地居民在想什麼 我覺得他如果要劃分這樣區域的話 也至少是我們同意的 而不是他來做決定的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覺得廣磁的開發 我覺得廣磁的開發 市政府能夠積極的 就我們在地的居民來講 是穿著感激的 那我建議 我們是不是在讀發局的網站上 或是你們開闢一個窗口 讓你們的評估 讓你們的規劃 讓我們知道 今天剛開始的時候 前面一位 林口街80巷的一個太太 她說了 你們的變更我們知道嗎 你們的改變我們知道嗎 為什麼見幣率從良 兩百二十一變成四百 四百四 像這些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你們可不可以在網站 我想今天很願意來開會的人 應該很多 可是基於他們的工作 基於他們的家庭沒有來 現在網路是那麼的發達 你們可以直接開TIG 在網頁上讓我們知道 那你們的規劃讓我們知道 接下來麻煩你們定期的召開 在李明的溝通大會 如果這樣的話 意見的充分 充分溝通 我想也可以 就剛剛那位前面一位發言人 所說的 那大家把這裡的需要 以及你們市政府的意向 達到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這是雙贏的局面 那可能麻煩都發局 或是社會局 你們的計劃 剛剛這位所說的計劃 我覺得很好啊 如何讓社會福利機構 跟當地的居民結合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理想 我們都會老啊 搞不好我們也很需要 得到社會的資源 我覺得這些計劃 是不是可以在網頁上 讓我們知道 那接下來如果開始起步了以後 把你們的計劃 每一個步驟 什麼時候進入哪裡 都讓我們知道 我覺得很多東西應該要公開 那也可以讓大家的溝通時間 可以縮短 我希望這個計劃 就如議員所說的 兩年內 我可以等待 再久 我想很多人都很不難 大家 很多人都說他去走過 我每天晚上在那邊散步 非常的黑暗 而且這個地方 很多人附近都在做資源回收 不是說資源回收不好 髒 亂 非常的髒 而且現在不錯了 沒有狗屎 以前一路走過來 因為叫回去就要洗鞋子 現在已經還不錯 晚上那邊走 冬天 夏天還好啦 冬天你們去走走看 很危險 這邊有很多年輕的 還學子放學了以後 我覺得安全性 是蠻 蠻憂慮的 麻煩各位 我希望 就如議員的金口 兩年開發 希望如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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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